今天就做西蘭花心 西蘭花心最主要是在街市買的 我也是在街市買的 很普通的食材 先撕掉那些皮葉 然後刨除皮 然後再洗一洗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那些皮也很硬 我們待會想做一個比較硬的 而且這個芯切一切 我覺得芯比較硬 這條西蘭花心我們再洗一洗 這樣 我們做幾條 十條八條 好了 我們現在做蛋黃汁 兩隻蛋黃 加少許檸檬汁 加少許黑胡椒 加少許黑胡椒 加少許水 我們稍後會將它在熱水上面打 我們這叫Double Bottle 我們要將蛋黃的消毒 煞棍 還有我們會加少許植物牛油 做一個很Smoothie的蛋黃汁 有些人會加牛青的 其實牛青我覺得比較複雜 我們其實說可以用植物牛油 因為牛油沒有奶粉 它不會沖散蛋黃 這樣說好像有點複雜 待會你看到我這樣做 其實就很簡單 你看到水滾了 我們收了貨就可以了 不用太滾的 因為這樣就會很浪費大家時間 如果很大火 待會熱了就會起了一顆 我們蛋黃不能起一顆 主要可以打一個很Smoothie的牛油汁 有些人就說這些可能演變成為荷蘭汁 賓尼斯汁 無可置疑 在西餐來說這個技術可以廣泛用途 其實我自己就沒什麼準則 因為我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可以隨意地發揮我的技巧的境界 但是完全是無所謂的 你說牛油汁就是牛油汁 你說不是牛油汁就是牛油汁 我加麵糞也是可以的 加豉油就可以了 有時候國際知名的大廚都很喜歡把這些基本的技巧 再加上一些比較新穎的想法 這些其實在我心目中都是很基本的技巧 現在我把它選擇了 大家不明白的 大家在下面的連結可以問的 我們呢 其實都是這樣打的 這樣就起泡了 因為我們打到它沒有泡我們就完結了 可能呢 不可以那麼熱的 那我們就會 慢慢慢慢地打 不要加速 我們不可以太熱的 因為這個 一點點鹽 你看到有些泡 我們就去到差不多這泡 你看到坑勻呢 坑勻呢 可以拉開出來 其實已經去到八成九成了 不需要去到 你看到沒有開始完略沒有泡 那其實呢 就可以加牛油清的了 那我現在就不加這個 牛油清 我們就加植馬牛油 無花無架 真的加植馬牛油的 即是有些同行說 你不瘋了嗎 你看看我就知道了 看就知道了 看到了嗎 看就知道了 看到了像牛油融化了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了 當然我們關火了 不要再煮水了 我們就完成了一個醬汁 這個就是所謂別人所擁有的荷蘭醬汁 但是我打的超級高速做法 簡易做法 怎樣看醬汁的稀稠呢 其實有些人覺得可以嗎 其實很簡單 你看下去好像很滑 你捏一捏一隻羹 看到這個掛羹嗎 其實就是醬汁的 醬汁就是這樣掛羹 我們用掛羹去看醬汁的稀結 那已經可以了 當然要試一下味道 如果你覺得不夠檸檬汁可以加一點 油膚 都可以加一點黑椒 夠了 我也可以加一點黑椒 好了,完成了步驟了 我們就開始煎西蘭花芯 剛才我們刨了西蘭花芯 我們就可以落味,落胡椒、黑椒鹽 然後用牛油煎香 煎香之後我們會用牛油汁 整個過程就這樣完成了,非常之簡單 我們首先開熱烹調 好了,我們這個烹調都熱了 放些牛油下去 把西蘭花芯放進去 放鹽 放鹽 還有黑椒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黑椒,所以我會放很多 喜歡的可以放一點雜香草 放鹽 放鹽 有些人喜歡先煎一煎,我沒所謂 我這樣煎是好吃的 我可以用這個方法 有些人喜歡煎就煎,沒所謂 煎就煎,沒所謂 煎就沒那麼香厚 煎好 煎香一邊,我們就可以煎到另一邊 調小火,不要煎到那麼焦 而且這些黃色已經是最好的 我們就調小火 調小火 放大火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因為怕它不熟 少許 放少許水 又不是煎的,因為我有牛油 你看到那些水呢,都是一些 啡啡的色 其實那些牛油是有些 的brown butter 我加了少許水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們煎回它的時候 那個牛油其實就變了牛油汁 當然是brown的牛油汁 不是青水牛油汁 其實你看到它軟身 就已經OK了 因為西藍花去到差不多 八九成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的熱力滲進去 這樣就剛剛好 如果我們就不想過濃 那你看到那些水就開始蒸發了 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那我們去看看 在這個時刻呢 我習慣呢 就關火 放牛油進去 再滾一滾它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就比較香厚 有些人不喜歡吃牛油的就 放牛油進去 我們就看見它差不多了 那怎樣看它可以吃的味道呢 其實很簡單的 如果你不懂的話 當然是你這樣扔扔性 沒有力量的 那當然就熟了 如果不懂的話 在這個位置按一下它 看看它熟了沒有 這個位置是最硬的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最硬的位置都熟了 那整條心這些位置都開始熟了 好了 那我們上碟可以淋到牛油汁了 好了 我們現在上碟了 你看到一個弧形的情況 我們剛剛打的牛油汁 荷蘭汁 你可以叫荷蘭汁 其實我也沒所謂 荷蘭汁 你看到它是很稠的 好 我們淋上去 那些酸酸的 很好開胃的 這樣就完成了 這道菜 完成了